字幕提供 各位鼎姊妹 今天進入到提摩太後書的靈修分享 當我們看提摩太後書 你會留意到保羅對提摩太很多的稱呼 我兒 其實裏面說提摩太是保羅所生的屬靈兒子 所以在提摩太前書裏面提到 我的真兒子 所以我們會留意 當我們在看提摩太後書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嘗試代入 就像我們是一位屬靈的爸爸保羅 都同樣寫這個提摩太後書 都是教導我們怎樣在屬靈的裏面 有一個更加合乎上帝的心意的成像 而今天我會在裏面 特別去提到 提摩太後書第二章 一至六節 成為我們的靈修分享 經文裡永遠地提到 可而你要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上當強起來 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我所教導的 也要交託給那忠心而又能教導別人的人 你要和我同受苦難 作基督耶穌的精兵 凡當兵的不讓世無前身 好使那招他當兵的人喜悅 運到原作比賽的時候 不妄規則就不能不冠冕 勤勞的龍夫你當先得良食 我所說的話你要考慮 因為主必在凡事上吸你聰明 今天很想藉著這六節的經文 我一起思考 其實門徒訓練是甚麼呢? 很明顯 保羅從提摩太的前書後書也好 他其實是要訓練著提摩太成為教會的領袖 這是一個整個門徒訓練的過程 今天很想和大家分享 在當中提到三點 門徒訓練是甚麼呢? 第一點 門徒訓練是刻意的 intentional 我們看回在經文裡面 第一節 果然你要是在基督耶穌裡面的恩典上 剛強起來 其實在這個門訓裡面 很重點的是甚麼呢? 就是要刻意的鼓勵對方 大家留意 提摩太他是很年輕 年輕的意思是甚麼呢? 沒甚麼經驗 當沒甚麼經驗的時候 是需要很多的鼓勵 以至於有信心繼續去踏出 而能夠把上帝的道去教導 並且落實在教會當中 所以當特別呢 當這個年輕的牧者要帶領教會的時候 是真的需要很多的鼓勵 古羅呢 很明顯的一件事 就鼓勵他 是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上 剛強起來 要膽壯 不要怕 所以大家要留意 我們說牧羊和門訓有甚麼不同呢? 我們說牧羊就是當信徒 面對生活有艱難的時候 我們就給一些合意的安慰指引和鼓勵 讓他藉著主的教導和主的靈 在他身上的引導 克服環境和生命的限制 這個就叫牧羊 但是門訓是甚麼呢? 內容是相似的 但是呢 是刻意的 怎樣藉著環境 藉著當信的環境呢 能夠更加刻意 幫助他能夠進入這個屬靈的成長當中 所以我們看到 保羅不斷跟提摩泰說 你要與我同受苦難 你留意 在第二章的裏面 這個主題是不斷的出現的 就是保羅就跟提摩泰說 你要與我同受苦難 就像耶穌基督同受苦難一樣 蘇頂姐妹 門訓是刻意 藉著當事人的環境 怎樣鼓勵他進入這個苦難的歷程 但是當然我們說這個苦難 不是拿苦來受 而是在這個苦難裏面 我們能夠看到上帝在其中 因為耶穌基督正認就是這個榜樣 而同樣保羅都是以這個受苦的歷程裏面 去到鼓勵提摩泰 所以頂姐妹大家要留意 受苦是一個門訓成長歷程的記號來的 而第二樣很重要的 門訓是什麼呢 就是以自身的生命作為榜樣 所以大家請留意 在這個的保羅 當他寫這個提摩泰後書 你留意整個提摩泰後書 裡面提到有五個身份 第一個身份 就是保羅提醒提摩泰 你要做福音的使者 你要做基督的精兵 作神無愧的工人 你要作真理的持守者 你要作忠心的傳道者 你留意每一樣東西 保羅他自己成為這些的人 亦都在鼓勵提摩泰 你都要成為這五種特質的人 所以他當中的裏面 第二第三節 剛才經文提到 他說你要交託那中心 而又能夠教導別人的人 所以他當中的裏面 保羅不斷提醒提摩泰 保羅已經成為了那個榜樣 你要去當中的裏面 都要這樣去傳遞這一種生命 所以當中裏面我們說 這個就是生命影響生命的意思就是 保羅他自己已經成為了這種的人 他藉著去生命那種生活的態度 亦都這樣去感染提摩泰 所以當中的裏面 提摩泰就成為他的門徒 不單止停留在這個位置 亦都繼續傳遞下去 所以其實在提摩泰後書第二章第二節 都已經是非常有意思的 你看到不是單單兩代人 你看到有四代人 有保羅 有提摩泰 亦都有第三代人 就是甚麼呢 能夠教導別人的人 而第四代 就是被教導的人 所以你看到門訓是甚麼呢 是不斷以生作則 並且傳遞下去 所以鼎姊妹 到第三點就要提到了 門訓是傳承的 就是一代傳一代 所以我們看到 保羅和提摩泰 大家互動的裏面 他們不只是停留在 你好我好 而是要停留在甚麼呢 就是繼續傳承下去 所以鼎姊妹 大家記得大使命馬 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 整個核心的訊息 是指使馬民作主的門徒 這個作主的門徒 不是說你單單帶領他 信了主 又要讓他成為門徒 而是讓這些門徒 亦都成為別人的門徒的時候 你發覺這個就是大使命 所以同樣 保羅在這裡提出這個 同一個的觀點 就是我們不斷要傳承 這個上帝的教導下去 以至到門徒不斷被散開的時候 教會同時間就被散開 所以今天 你在你生命的當中 有沒有你的師父 同時間也都有沒有你的徒弟 以至到在門訓的當中 將保羅這個教導傳承開去 我記得有一次當我們一家人去到韓國 去到旅遊 到禮拜日的時候 我們就找到一間教會 我們想著一起去到這間教會 去到崇拜 我記得在當中的裏面 因為是講韓文 但是我們成人就有翻譯 英文 到時候 我們知道他有兒童的時間 我們就鼓勵兩個小孩去兒童的時間 但是在禮拜六的晚上 我的大兒子就跟我說 爸爸我們不是去旅行嗎 為什麼禮拜日還要回教會 不是我們休息嗎 但是當中很明顯 他帶著旅行 就代表崇拜是休息 可以 在裡面就跟他說 不是我們崇拜 是我們定了 將禮拜日這個時間分別為聖出來 是教導他有一個敬拜主的觀念 當然他會有很多投訴 每個禮拜都已經要回 去旅行都還要回 真的很累 我自己也在那晚祈禱 我說主 在這個禮拜日裡面 是有一個好的經驗 以至到他能夠去明白 去敬拜上帝 原來都是可以很有益 可以很funky 我很感恩 當我這個禮拜日 去到這間教會的時候 這個教會兒童的時間 很精彩 縱然他們是講韓文 我很感恩 裡面中間有一兩個小朋友 才會講英文 大家就以三字去到溝通 當我完了整個崇拜 再找回去的時候 我就會很心急說 孩子們 你們今天這個崇拜如何 他們大家都帶了一個很興奮的心 跟我說 裡面很好玩 因為有玩具 大家知道玩具是一個世界共通的語言 對於小朋友來說 他們就玩得很開心 也有聽聖經的故事 也有很多的美食 很多的橙汁去喝 所以其實在整個時間裡面 他們是很精彩很豐富 所以完結之後我就問我小朋友 你覺得跟隨耶穌 回崇拜好不玩 他說很好玩 如果時間夠的下次再來過 所以頂姊妹 其實真的 每一個門訓的歷程 都是刻意 都是需要去到全城 並且都是以身作則 所以頂姊妹 祝福你能夠在你屬靈的裡面 有師父 有徒弟 藉著這兩個上下的關係裡面 豐富我們屬靈的生命